其实它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因为它当然没有昆虫进去 温室不会放昆虫进去 所以温室里面是没有甲虫 当然这是其中之一 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所以你会看神设计的所有昆虫 多数都是外骨落的 就是这个意思 它的外骨落是因为它在泥土 在不同的地方吸收确物质 藉着它们的活动、热量和它们的蛋白质 是构成了甲殻素出来的 然后它带着这个外骨落 走到叶子里 就将这些甲殻素传给植物 植物结了这些 即是藉着太阳的光合作用 再加上很多的确物质 结了这些很宝贵的食物给我们吃 所以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是很奇妙的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理由而存在 甚至所谓害虫概念 那温室是另一种的问题 就比在户外的植物更多问题 因为温室的植物 其实它们培养的时候 为了减轻害虫 控制温度 防止大自然的灾害 但是它产生的问题就更加多了 长期吃温室的植物 其实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呢? 谁想知道? 因为原来温室其实它们现在用的材料 基本上是阻止了大量紫外缸进入那个空间里面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机构上 植物和动物的结构是非常不同的 动物的大量紫外缸照射 然后就变成了 但是动物可以走动 所以它会在树荫、山洞里避太阳 但是植物不可以的 它会硬着 它站在那里又朝到晚 你今早上班又看到太阳花在那里 晚上下班又看到太阳花在那里 全部花花草草在紫外缸上都硬着的 所以原来它们设计了一种很有趣的生长程度 原来植物比动物更加需要紫外线 并且它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结构 就是植物里面的体内 当紫外缸越厉害的时候 它们就会产生极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例如举例 维他命A、维他命C、维他命E 类黄酮、二黄酮、胰茶酸 这些全部都是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的 这些抗氧化物质 但是室温种植的植物因为隔了大量紫外缸 基本上它们这一方面的营养量 是减几倍呢? 是50倍 所以你拿着这个 就差不多你出去买有机的 一个可以定一去50个 虽然它比较大 这个营养量 你想想 价钱你就明白了 所以你会看到在今时今日 你会看到现时我们所说的 很多这些所谓人类 所以无神论方式设计出来的 很多这些所谓智慧 其实变成这个时代的黑暗 你发觉回归回到 神所创造的大自然 根本人类是无法改善的 简单来说 我们只能够了解这个大自然 以赴这个大自然 无论关于我们的身体 甚至我们所说的食物也是 我们越了解大自然的话 我们就越健康 现时我们经过人类 那么多所谓科技、科学、大学研究 只是一大堆的黑暗 现在为何我们会在教科书 读不到我只是说的这些 是很普通、很普遍的资料 因为事实上 因为太多这些错误 已经不知道教科书写什么 而且当这样写的时候 它得罪很多人 我才敢得罪很多人 先生不是用来发光的 牧师才是用来发光的 所以这些资料要留在我告诉你 另外我们来看看图3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司机魔人只是吃肉 他在哪里找到烤素去消化肉 因为上次我们说到狮子 一说完之后很多女生姊妹都说 对啊 怪不得他们很多时候看这些纪录片 那些纪录片都说 看见他们咬死那些生狗也好 炮也好 那些狮子这样按住他 就是不吃牠的 那些片子都说不知为什么 对啊 就好像牧师你所说的才知道为什么 但是外斯机魔人 我们知道它是四边环海的 它是冰天雪地的 草又找不到条 究竟怎样搞呢 怎样找到烤素呢 谁想知道 这些原来是他们的民族的特性 原来其实每一种生物 或者人类社会的杂性都是这样的 它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杂性 帮助他们得到烤素 当然有些是糟糕一些 有些人类用的正常一些 例如举个例子 炮 对不起 人类是怎样的呢 原来当它捉到海炮的时候 它第一样也是先吃它的内藏 外斯机魔人先吃它的内藏 然后才吃它的肉 它是用这种方式得到它的烤素 当我看的时候 这些书就用这类的对比 还有其他动物也是 譬如兔仔就是这样的 以前我和太太养的兔仔 觉得兔仔最初很漂亮 很有趣 但后来发觉很噁心 为什么呢 谁想知道 兔仔是吃它的意毫 帮它第一批出来的意毫 你不用帮它收拾 比较软的二号 它就吃光了 像保仔丸那些 它全部都不吃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 比较软的那些 酵素未完全消化 所以它自己回收 在近代 你发觉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养狗的狗也很噁心 狗是出街的时候会吃什么 吃另一只狗 二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近代我们餵狗吃的狗粮 没有考虑到酵素 它是不够酵素的 而其实按着酵素的研究 在一个礼拜开始 会和大家分享 按着现在国际权威的研究 就是人类的酵素 只能一生制造某个限量 一用完就死了 所有动物都是 所以你看到人类养的很多动物 都是在大自然短命的 原因就是人类去喂食这些动物的时候 打算吃肉的就不允许酵素 喂狗粮的又不允许酵素 所以狗如果再不吃别人的二号 去採取自己的酵素的时候 其实它是短命一倍的 OK 但如果你愿意喂植物给它 譬如你发了牙的糙米 你喂狗吃 它喜欢吃的 OK 它是狗酵素 它就不会开始喜欢闻到 那些二号又觉得好吃 它其实是喜欢酵素 其实狗喜欢酵素的程度是怎样呢 就是任何一只狗 多恶都好 你也有办法跟它做好朋友 我教你一条路 任何一只狗 恶到就算连主人都咬 就是不咬你的 OK 有方法 谁想知道 就是这样 方法就是 就是我们教会知道 这只狗是很可怕的 虽然也是糊涂一点 就是你秃口水 在一只手里给它舔 因为你的口水 是有很多酵素 是它吃不到的 它知道是保密 所以为什么狗 是最喜欢舔你的面 你看每一次狗 喜欢主人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会舔这里 一看到你 就舔你的嘴 是因为它闻到酵素 其实你可以跟任何一只狗 都做最好的朋友 而它的主人没有给他 只是给狗粮 你给他 你就是他的good friend OK Body buddy 这样过来 他就来了 所以这个 明白吗 所以你觉得 以前的无知 其实不是说 现在知道 那不能说 因为有很多人 那靠赚大钱之类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 现在是这样的 任何刻意不能说 你撇出来 那你就会坏了 那你聪明 谁要聪明的人 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赚钱 害人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原来 例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在下个礼拜 会跟大家开始分享多一点 我看会讲一至两个礼拜 就是华华一两个礼拜 可能一两个月 我开始会讲酵素的时候 会让大家知道多一点 关于酵素的层次 因为它最基本的层次 是用来去消化食物的 但是问题是 其实要再推上去 其实酵素所做的功用 就占了在中国人说一半的气 就是我们身体的气 就是我所说的 气就是我们的营养 对不对 其实你的营养 占一半去维持你的身体 走一半就是酵素 无论你怎样吃 所有其他维他命都好 如果你没有酵素的话 你的维他命只能够 最多最多 在最好的身体底下 只能够发挥一半功效 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的气 皮有否够气去消化胃的食物 是说皮是否足够酵素 就是占了一半 是否足够酵素 去分泌来消化胃的食物 你看大自然的动物 就不断去找酵素 是天性 他们民族的生活责品也是 但当你不让酵素 就开始出事 刚刚浮出来的其中一件事件 就是风牛症 现在现在慢慢发现 原来因为酵素的问题 有很大机会是因为酵素的问题 去产生的